那就这样 这是琉璃厂 你们两个各选一样东西 作为送给小月姑娘的聘礼 谁选的最贵 谁就为胜者 怎么样 比钱 何大人这不公平 谁用你家有钱啊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这道题啊 主要考他们两个人的学问 和眼光啊 考学问和眼光 好 这道题出得好 季先生手啃了 好的 快去 赵云郎快去嘛 我全身的钱再留一场 买个瓦片都不够 着急有什么用啊 那就别比了 王上也比不过何家啊 比学问比眼力 又不是比角力 跑得快有什么用 跟我来 来 何大人 此题一出 你们家阿德是必操胜券 那倒未必未必未必 胜 其次 主要是得公平啊 好好好 好一个公平啊 何大人 您看 旁边就有一座公平茶楼 我们两个上去 喝杯茶如何 上去坐坐 坐坐 也好 哎呀 说来真实 为了儿女事 忙上白头人哪 哎 走吧 很得啊何大人 有没有更贵更好的 更贵更好的 有 您等 公子您看看这个 此乃宋代官窑 价值临城啊 有没有比这更贵更贵的 对对对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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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公子您看看这个 这可是宋徽宗亲笔所画 公笔花鸟 天下硕果仅存哪 好好好 我要了 啊 价值千金哪 千金在此 哦 君豪哥 嗯 你身上到底有多少钱啊 好 十五 十五两啊 刚才那破词片都要五十两哎 十五文钱 十五文钱 你买个屁嘛 能够买块吗 总卖了 十文钱一张 十文钱一张 便宜啊 就这破词十文钱一张啊 你买来干嘛 总不能空手而回嘛 哎 就是这一张啊 哎 这回啊你输定了 就这张破词 你想跟和珅家比啊 这幅字是宋徽宗的真迹 价值几何 价值千金 天下描比这更贵重的字画 就这么一张破词啊 价值千金 你这个木榻的岳飞的满江湖啊 多少钱买来啊 十文 哈哈哈哈哈哈 杰先生 十文比千金啊 熟贵熟贱 清楚了吧 哎 何大人 咱可是说好了的 年轻人的事儿咱们不掺和 让他们自个儿说 哎好好好 我不说我不说了 阿德你说 还是状元先说吧 宋徽宗的亲笔字画 比岳飞的木太印本 那当然是天差地别 小学姑娘 这一回谁输谁赢啊 状元赢 就是状元赢 状元赢 状元实文 阿德千金 就连状元自己也说 天差地别 也能相提并论 我说不能相比 是指宋徽宗的字画 不能跟岳飞的字相比 不是徽宗之字乃是真迹 岳飞之字只是印本 这真伪贵贱贱一目了然 可是岳飞胜过宋徽宗吗 什么 阿德 你说宋徽宗是何须人言 宋徽宗荒淫无度 宠信贪官奸臣 民不聊生 金兵难亲他百般求和 以至中原沦陷 他是一个卖国贼 说得好 那岳飞啊 阿基先生 你刚才怎么说我来的 听孩子们的 啊 请问军豪兄 岳飞是何须人言 一代名将 精忠报国 民族英雄千古传颂 好 岳飞是英雄 徽宗是卖国贼 请问何大人 这二人何者高贵 何者卑鄙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字画 不是说人 啊 就谈字画了 阿德你说说 徽宗的字画如何 徽宗之画深宫所藏 人间真品 啊 君豪 那你说说岳飞的字如何 岳飞一首满江红 千古传颂 永远激励后辈儿孙 君豪说得好 好 嘿 赵岳说得好 别看是十文钱买的字画 他才是价值连成的 阿德啊 啊 价值连成 价值连成 你就凭着你那口 铁齿铜牙在这胡搅蛮缠 哎 何大人 你听见 这可是两个孩子说的 再说了 历史自有评价 公道自在人心 是不是 阿德啊 如果现在再让你 重新选择 你选哪一幅啊 我 你一定会选岳飞的 对不对 对 品画品画 乃以人品取画 我取徽宗 状元取岳飞 人品以分高下 阿德 甘拜下风 状元 你赢了 阿德 阿德 哎呀 阿德竟有如此的境界 何大人 你真是连儿子都不如啊你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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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